哎呀,尊敬的战友们好啊 今天是1月15号,文贵报平安直播 你们见识了吗?哎呀,这个 昨天下午的时候啊,我跟这个安保团队开会 我头两天不是出去浪去了吗?前天 开着咱的林宝坚尼SUV 我们外面有个特制的360度的监控系统 回来怎么才告诉我?一个丰田新的SUV 和一个本田车一直跟着我们 然后这里边一个外国人 一个亚洲人,也就是咱们同胞 然后一查,总嘛,原来孔子学院之一 一直跟着我,但是到了我朋友家 他进不去就不能跟着了,玩这种背流手段 但我真没感觉,但是我的安保团队很厉害 亲爱的战友们,这几天国际上 风云凸起,这是我们的大好机会 一会儿呢,真的是把我忙坏了,一会儿我要去参加 两个小的律师听证和作证 然后下午呢,要跟律师过很多很多文件 有关,接下来大家会看到一系列的大的行动 现在咱不服,咱不服啊,未来你会从行动以后 你会感受到的,这几天啊,国际上各个方面 都更加高度关注我们的爆料革命 原因很简单,咱过去两年说的都在分分钟钟 时时刻刻的得到验证 这种验证,就是我们要的,不要听我们的 请你去验证,这就是最关键的事实 不是那些欺民贼乱说,胡说,说29年了,胡说八道 现在他在敢说,人家叭叭叭,散脸啊 亲爱的战友们,爆料革命在进入到实质性的革命性转折阶段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啊,谢谢所有的战友们